新款标志408官图8月13日首发,29日上市 日前,东风标志正式发布了新款408官图 新车将于今年8月13日首发,并在8月29日上市 新款标志408采用了最新的家族化设计员前大灯组 前大灯组更新为吃眼式造型,更加犀利 搭配矩阵式前周网造型,看起来更加时尚 深尺度方面,新车长广高分别为4750x1820x1480mm 轴距为2730mm 侧面来看,新款的408变化并大 其最重要的设计源自于其尾部 新车施爪式尾灯搭配3D效果和熏黑设计 在强化运动期期的同时,也与如今的标志家族化风格相同一 同时新车还使用了尺寸更大的双边共两处排气管装饰罩 内饰部分,新车中控台整体布局与现款广实一致 有点7英寸中控触摸屏设计 内线苹果的CarPlay,互联系统 导航,通讯,造出影像,行车辅助等功能 此外,该车还配备了后排USB接口 360度影像加监测 ASR驱动防滑系统 RMI测翻干预系统等 RMI测翻干预系统